在现在的家庭里面 洗衣机的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 凡事都有利有弊 洗衣机洗衣服确实很方便 但也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洗衣机洗衣服过多的时候洗不干净 还会用力过度损坏衣服 三个窍门轻松解决这些问题 1.塑料瓶 洗衣机放入的衣服多了就会搅在一起 很多地方都会洗不干净 准备两个空的矿泉水平 在洗衣服的时候放进去 这样不仅水流的速度被屏次阻止了 水流的强度也增大了 不会搅在一起也很容易洗干净了 2.干毛巾 洗衣机有时候脱水并不理想 这时候你可以在里面放一条干毛巾 干毛巾可以有效地吸收里面的水分 尤其在雨天 衣服难以晾干的时候 简直就是神气 3.食盐和白醋 很多时候新买的衣服不确定是否掉色 还不想单独洗 这时我们可以加入三勺盐 倒入一些白醋 这样就可以防止衣服掉色和与其他衣服寸三皂 便秘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了 我太没用了 我连屎都拉不出来 我还活着干嘛 我有什么用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三种食物 平时多吃一点 润肠通便 远离便秘 还能预防口臭的出现 1.黑木耳 黑木耳不但有清肺的作用 而且黑木耳的营养非常的高 经常吃可以润肠通便 还能补生气色 2.红薯 红薯的吃法有很多 大家在平时要是想要润肠通便的话 就可以将红薯直接清除煮熟食用 这样的方法能很好地留住红薯的营养物质 3.坚果 坚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蛋白质和植物纤维素 能很好地改善便秘的现象 但是因为坚果中含有的油脂也很多 所以减肥的人要少吃哦 大家在平时要是想预防便秘的话 主要还是得从生活中去调理 可以常吃这三种食物 每天早上起床后 最害怕的就是看到自己掉落的头发 哎 我仿佛是一只蒲公英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场风 哎 我的头发呢 被风吹走了 脱发的种类有很多 遗传性的咱们无法更改 可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咱们可以补救啊 如果人的压力特别大 就容易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压力一大再加上熬夜 你要是不想秃顶 就给自己的心情放个价吧 早睡早起 放松四季 没事还要多吃一点营养品补一补 头发也一样 头发营养跟不上 也会导致大量脱发 可以多吃一些黑芝麻 黑豆 杏仁 芦荟等对头发有营养的东西 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每天适量的摄入一些 不要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无论男女都对自己的头发非常在意 虽说十个秃子九个腹 可咱们谁也不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劳医生开药方 一到秋冬就不精神 动不动就被胀气 秋冬季节多吃萝卜 消胀气 去弹湿 比补品更好用 但是咱这萝卜吃完之后会排气 那在公共场合可是有点尴尬了 萝卜中引起排气的主要成分是戒子油 喜欢生吃的朋友可以放上白糖和食醋 静置一段时间之后使用 喜欢吃熟萝卜的朋友 可以让萝卜在锅中充分的烧熟 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萝卜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 有很好的增加抵抗力的作用 除此之外 萝卜还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效果 尤其是很多人在感冒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咳嗽谈多的现象 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一些萝卜 不但开胃还能滋养喉咙 化痰频喘 但是因为萝卜性寒 所以身体虚弱和被困惑着 我怎么知道我身体里有毒四呢 哎 你说我这脸上最近怎么开始长色斑了 最近这体重也开始飙升了 都好几天没排便了 你离我那么远干嘛 口气也太重了 别人不经意躲避 眼神闪躲 你还不知道咋回事 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该怎么排毒呢 每周至少进行一次 使身体出汗的有氧运动 毒素会随着汗液从人体排出 最好保证一周一次相拿 加速新生代谢 排毒养盐 浴前喝一杯热水 可以加速排毒 浴后一杯热水 补充水分 保持优质的睡眠 熬夜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 最好在11点之前进行睡觉 早早地让身体进入排毒的状态 多吃黑木耳 木耳中含有的植物胶质 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吸附残留在人体的消化系统内杂质 清洁血液 可以有效地去除身体的毒素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